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地震程序 要弄清楚什么是地震程序 首先要了解一下沉寂程序的概念 沉寂程序是由一套相互整合的 成因上有关联的地层所组成的 这套地层的底界和顶界 由不整合面以及与之可以对比的整合面为界 我们可以利用野外的路途资料 井中的沿心资料 测井资料和地震资料来划分沉寂程序 测井程序就是沉寂程序在测井资料上的反映 地震程序就是沉寂程序在地震抛面上的反映 不同的资料 不同的资料划分的沉寂程序 其纵横向分辨率有所不同 在路头或者是沿心资料上 可以划分出厘米级的沉寂程序 纵向分辨率最高 测井资料划分的沉寂程序 其规模比沿心资料划分的要大 可以达到米级 地震程序相对测井和沿心的规模要更大 可以达到数百米的厚度 利用地震资料划分层级程序 就是要在地震抛面上 找出两个相邻的不整合 分别追踪到变成整合的地方 则在这两个变成整合面之间的全部地层 就是一套完整的地震程序 这两个整合面之间的地质时间间隔 就叫做沉寂程序的年龄 为了更好的划分地震程序 地震地层学研究中把地层的结束关系 分为整一关系 或者是叫协调关系 不整一关系 或者是叫不协调关系 这两大类 整一关系相当于地质上的整合关系 不整一关系 是指界面上下反射波出现中止 并且有一定的角度关系 在不整一关系中 地层与上伏地层的结束关系 可以进一步细分为 靴节或者是顶操两种 地层与下伏地层的结束关系 又可细分为上操和下操两种 首先我们看一下靴节 靴节指的是 靴下反射波同向轴 以较大的角度向上 突然中止于某一界面上 是靴势角度不整合的表现 下面我们看几个靴节的实例 这张地层坡面 红色标记的就是反射波向上界面 中止是一个不整合面 这个不整合面我们用蓝色表示 这是一张中国某海域的地层坡面 靴节的部位你看出来了吗 关键要观察反射波是否中止 反射波同向轴是否协调 这就是刚刚那张地层坡面 我们解释以后的结果 靴节的部位和你推测的是一样的吗 我们把地层坡面的信息去掉 这个地质坡面上 大家应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这是构造运动引起地层群斜 地层抬升后遭受风化博士 再后来接受稳定的成绩 所以这个靴节不整合 是构造运动形成的角度不整合 大家再看看这张地层坡面 在顺寝室峡谷或者是河谷走向的地层坡面上 常常出现这种靴节 有时候也称为寝室学姐 这就是刚刚那张坡面解释以后的地层坡面 红色箭头指示了反射波的宗旨的部位 第二上操 上操指的是其上部反射波同样轴 逐层超复在脑地层上 并以角度相交于其上 这是一个野外的路途照片 穗学院地层就超复在碳酸炎炎地层上 这是另外一张地层坡面 粉红色的箭头指示的是反射波 朝左侧中指形成了 这个黄颜色标记的不整合面 这张地层坡面上的红色线弹 代表的是反射波中指 地层上操在蓝色的不整合面上 这是印度尼西亚某海域的一张地层坡面 从这张地层坡面上 大家可以观测到上操现象吗 这是在地层坡面上 叠加我们解释以后的成果后的坡面 反射波的中指 在左侧的基颜上 形成上操 还可以解释出 其他部位的上操点 从解释后的地质坡面上 可以更清楚的看出 该坡面 可以划分出三套地震程序 第三下操 下操指的是上部同向轴 对该界面向下向前推进 并以角度相交于其上 这是一个野外的路透照片 可以解释出多个下操点 大家看看这一张地质坡面 这一系列的红色的箭头 反映的是反射波 向黄色的面中指的下操现象 这张地质坡面上的红色线弹 代表的是反射波向下下操 这是新西兰某海域的一张地质坡面 你能不能观察到下操现象呢 这是解释以后的地质坡面 和你刚刚推测的有多大差异了 第四顶操 顶操指的是 旗下同向轴 呈切线向上逐渐中指于该界面上 界面之下 地层单元的厚度 在横向上变化不大 顶操常常与三角洲等近级显著的 沉积体相半生 也与沉积过路面相对应 这是一张野外的路透照片 红颜色的箭头 指示了顶操的部位 这张地质坡面上的红色箭头 解释了反射波中指的顶操现象 黄色曲线是利用顶操现象 确定的程序的顶接面 这张地质坡面上的顶操现象 你能不能看到呢 这是一张澳大利亚某海域的地震坡面 你看到了顶操现象吗 这是解释后的地震坡面 顶操和薛杰有时候不太好区分 要结合其他的地质资料 加以准确的确定 利用地震反射波中指特征 识别出顶操 薛杰就可以确定地震程序的顶接面 识别出上操和下操 就可以确定地震程序的顶接面 然后找到与之可以对比的整合面 就能够划分出一套地震程序 我们看看 这张地震坡面上 可以划分几套地震程序呢 这是按照地震反射波中指特征 划分出的四套地震程序 主要有黄色的程序 绿色程序 蓝色程序和橘色程序 最后我们需要强调的是 利用地震资料划分地震程序 除了利用地震反射波的中指特征以外 还要结合严新 彻景地质等资料 综合加以划分和解释 如何利用地震资料 划分地震程序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